每日都有新糖点,小儿带你磕不停,哈喽大家好,爱你们的小儿又准时出现了 饮料太冰了,严承煦腾出手来给徐若涵暖手,暖手臂,就连等待中也要抽空暖暖手 在徐若涵面前,严承煦直接化身人形暖手宝 徐若涵也会不自觉的主动靠近严承煦,严承煦也会主动挽着他 拿来吧,你的温暖由我来守护 这,说好的演戏怎么直接成《非诚勿扰》了 哎,真哪,你没办法 大家应该也猜到小儿说的是哪部剧了吧 没错,就是2023年开年第一部爆款网剧《夏花》 严承煦45,徐若涵25,罗莉爱大叔 有人可能觉得一把年纪了还在烟雾相剧啊 严承煦还在吃流行花园的老本什么什么的 谁叫人家过了20年还是那么帅,还是那么令人心动呢 在这么帅又这么酷的男人面前,年龄真不算什么 这部剧的吸引力就在于严承煦满屏的荷尔蒙 让观众带着女主感受与男主的暧昧 有人说想MV,有人说把电视剧拍成电影质感 其实本剧玩的就是一种感觉 过于注重跌宕起伏,剧情精彩的观众就可以不用看了 所有的故事开始于一个红绿色调的复古发廊里 有个声音低沉的大叔给少女洗头 被他抚摸着头,听着他磁性的声音 少女就产生了些许心幻想的激动 美美的画面配上暧昧的粤语歌 很精妙地描述了少女急切地想见到心动大叔的心情 很会怕男人在暧昧朦胧的色调下 若隐若现的肌肉满满的荷尔蒙 曾经的猪二大叔如今变成忧郁大叔,更有魅力了 给猫做了个小房子,很治愈 预示着少女被大叔治愈的一段故事 一个人在海边,岁月静好 天天在格子间里做摄出的我们 有没有很羡慕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呢 女主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她 又是美美的一天呢 她在捡花,她在为她打伞 这不仅是部少女怀春的暗恋剧 也是一部慢节奏治愈剧 用美美的画面,好听的音乐 满屏荷尔蒙的男人,上女的激动 美好的感情流动,治愈我们 虽然大部分人都喜欢剧情节奏快且精彩的故事 但此剧也是独树一帜 玩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暧昧,一种治愈 对于这种剧,小二起先并没有关注太多 这段时间看到的词条就是看到第三集就弃缺了之类的 可是小二却越看越上头 那么那么的上头 可能是因为剧中燕成旭真的是太雨太聊了吧 毕竟谁能拒绝得了四十岁的道明寺呢 果然总是会在不同年龄段爱上严成旭呀 不知道电视剧的结局是什么 据说小说是逼一结局 女主何然在小涵前女友回来以后 癌症复发 男主知道后也去到了女主所在的地方 在他人生的最后三个月 小涵带着他一起去旅行 最后女主还是离世了 小涵收养了一个孩子 带着对女主的思念生活 男主在这段感情中也花了很多小心思 比如故意假装转租自己的屋子 让女主心交 在听到女主缺钱的时候 偷偷在理发赚来的钱里 多塞几百块 松好花器 买下女主离开时正好能开放的花 还有他明明已经知道了 女主对他隐瞒了家庭状况 明明知道女主要离开了 但还是装作不知 男主付出的也很多啊 但是小二觉得 剧中最高明的一招 当属于昙花赌月 女主用昙花是否今夜开放 当作赌注 花开了 两人就在一起 没开的话 女主就再也不来缠着小涵了 这一招看似是破冠破摔 进行最后一波 实则不然 就像人们扔硬币做选择 在意的并不是硬币的结果 而是在扔的过程中 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赌月也是一样 当时女主就要离开了 她必须要确认 小涵是不是心中有她 借赌月之事 逼她承认喜欢自己 目前看下来 小涵觉得这一场恋爱 就是女主在疾病产生的时候 进行的自我救赎 她就像是鱼缸里的鱼 被疾病和妈妈的爱所裹线 跳出鱼缸 她就会死 不跳出去 她将一辈子没有自由 她对小涵的爱 是一往无前的 又如飞蛾扑火般决绝 但是 偶尔会因为疾病的问题而退缩 她的内心是割离而矛盾的 而且剧中采用的意识流 拍摄手法 也会让剧情的逻辑感变弱 就像是一场美梦 你只记得其中的甜蜜片段 但却记不起梦里的全部情节 让人看完过后 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还有一个最值得夸赞的点 就是导演的审美 简直是太绝了 本剧中对比强烈的光影 老实的港风风围 让这部剧充满了电影感 那那主角爱美的气息 仿佛流动在空气里 荷尔蒙仿佛要一出屏幕 取景帝也真的是美绝了 真的是随便结一张图 都可以当作壁纸的程度 海边真的太美了 仿佛海风中都满是浪漫 这么浪漫的地方 不用来谈恋爱 确实可惜了 虽然现在严承旭已经46岁了 但身材颜值各方面 还是保持得很好 和小21岁的徐若涵 年纪情侣来 居然毫无违和感 这么大的年龄差 要是换做其他男演员 估计早就被骂了 但严承旭不一样 还是那么有魅力 21年过去了 他怎么还没有老呢 感觉还是和当年的阿四一样 同时还要再夸一夸 这部剧的导演 你真的太会拍了 电影级别的质感 带有文艺片的风格 男女主角在一起的画面 都好养眼 每一阵都可以当壁纸 在屏幕前疯狂心动了呢 这个角色简直就是 为严承旭量身定做的 他就是温柔又含蓄的小汉本人 演技带入感满满 女主荷然 单纯 炙热 勇敢追爱 男女主角双向奔赴 绝对爱情超好客 配上恰到好处的BGM 整个氛围感 这就来了吗 看得人是性都酥了 情感范围都烘托得很好 和夏花一样 绚烂的爱情 严承旭真的是 内余不多见的纯金大男孩 眼神清澈 说话温温柔柔的 气质也是丝毫不油腻 同时又不是成熟稳重的男人魅力 祝福他越来越好 目前在追这部剧的 大都是青年女性 且很多都是看过原著 不同于很多现实题材的 都是爱情剧 这部电视剧有种架空感 唯美的场景画面 慢的被吐槽的节奏 挑战性的大量使用场景语言 都只是为了突出 主人公的浪漫爱情 给观众心灵和视觉上的 极致享受 在剧情推进中 有很多次不断强调 何然的病情很有可能复发 以及之后 何然不断加重的病情症状 这些都为何然最后的结局 埋下了伏笔 何然附近自杀后 何然被查出得了白血病 虽然经过一系列治疗 已经治好了 但是这种病有很大概率会复发 所以何然一直被母亲 禁足带在家里 主要就是为了她的安全 何然意外解释萧涵后 对萧涵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中间有几次差点晕倒 何然刚开始 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直到她和萧涵 养得金鱼意外死亡 何然才联想到 自己最近莫名发烧和牙疼 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所以她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 主动选择离开萧涵 学校回家后 忍不住思念的何然 去找萧涵 并复合 但是她的身体 却一日不如一日 头晕站不稳的频率也增加 严重的时候 甚至都已经开始流鼻血 虽然何母发现 女儿的病情后 让她到西京去接受了治疗 但是我们不难 从萧涵跟何然 躺在雪地里的 互相倾诉的预告里发现 本来应该含情默默的对白 话语间 却充斥着浓浓的依恋 不舍和哀伤 纵分以上的这些细节 我们其实基本可以断定 何然最后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她最后在倾诉的 是她跟萧涵的过往 是她对自己深爱的男人的不舍 是浓郁到无法散去的愧疚 何然说 她不会放弃萧涵 可是 她最后 却不得不撒手人寰 这大概 就是本剧最大的悲剧吧 不过我们也能从预告中发现 虽然最后何然 萧涵 两人天人两隔 但是 萧涵答应何然的 萧涵都一一堆现了 他们穿婚纱罩 互打婚戒 一起看过日出 我想 这大概也是最煽情的地方了 我不能陪你白头偕老 那我就给你最好 最狂野的爱 大家有在追这部剧吗 大家会给这部剧 怎样的评价呢 再再加機 婚語纸